大家好,我是屯門畫室 今天想說的是5分鐘學水彩大樹 美國BIMPAPER水彩紙300g 一張日本不足14色水彩盒 日本Hofen Mini Recible 一枝6毫、一枝2毫,一帶一勢 首先在紙上畫了一個草稿 用30素描筆2B的紅豆筆 先畫一個樹幹 重點是樹身越來越幼 完成之後畫一個樹幹,我畫了3塊 這裡是1塊 第2塊 第三塊 拿少許薄草 混合它 蘸少許檸檬藍 兩個混合 薄薄的 相對地 不太均勻地 所有葉的位置 加進去 掩蓋樹幹 可以 接著只掩蓋樹 混合 做第二層有三樣要做 第一,要像剛才那樣一塊塊 不要太均勻 才像樹葉 第二,要比上一次的面積為少 第三 重位 在剛才三部分 樹罐的右面 因為我猜是由左至右 接著 olive green 做第三層 這次的筆 比上一次更小的筆中 光由左邊來 因此 這個比較暗的綠色 是在右邊更多的 deep green 拆開 少許檸檬藍色 拆開 再做多一個深一點的層面 壓深 也是散修修的不足 右邊那邊 我給它均勻一點 因為那種陰影 我想它連貫 同一種顏色 再做多一次 再細一點 再加一點 這次我加了一個 檸檬藍色 即是檸檬藍色 我會更加少 接著 只要是deep green 最深色的部分 再加一些 細一點 最深色的樹葉 暗位 加重的層面 感覺 加重的層面 加重的層面 拆開 太深了 加多一點水 先用一層薄 做一個樹幹 樹身是照田 上面的樹枝 有些出現 有些沒有 有些被樹葉蓋著 有些沒有 一半乾濕的時候 做多一層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 喜歡 影片的朋友 請幫我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Youtube 我教的 柳和班 水素班素描班的資訊 和有關美術用品的詳細資訊 下面 Youtube的基本資訊 可以找到連結 你按個連結 就可以看到 謝謝 下次見 拜拜